我现在在河南郑州啊 今天准备去来尝一下小有名的一家花辣汤 刚刚那个经理说了一下 然后才可以拍 要不然的话他这边是不允许拍摄的 他这边这个人还是挺多的 两份那个花辣汤 几块的啊 有7 有18 7块 对然后那个饼是在那边吗 都在这儿 都在这儿 然后两个那个牛肉饼 牛肉盒 牛肉盒 牛肉盒是多少8块 有煎包牛饼蒸包 牛饼来一个吧多少钱一个 一挡牛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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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枚豆浆 一挡牛肉盒 汤是吗 汤在外面窗口 然后肉盒在这儿 牛饼呢在那边 都在外边牛肉盒 对是的 好吃好吃 7块钱的那个胡辣汤 我这边是9块 9块那边 好 来 7块的胡辣汤 在那吃哪个 在那吃 等一下 葱花油饼 大家俩能吃完吗 9块跟那个7块有啥区别啊 味道不一样 这个是牛肉本质味 那个牙肉都没味 好啊 来嘞 不是 这一份有点大呀 咱俩能吃完吗 我都怀疑 还有那个 牛肉盒 带走在这吃 在这吃 在这吃 一录像一 一录像 一录像 防抖的 防抖的 对 带录像 对 录像拍照都可以 我下个真是活的 这个是有点真的多了呀 吃不完啊 看到没 第一次过来吃这个分量有点大呀 两个人吃这么多 等会儿要打包了已经 其实河南很多地方的这个胡辣汤 他里边配料都不一样 然后他这边提着免费的这个小菜了 免费的这个小菜 这么多是36 其实应该 20多都可以了 但是点多了 他里边有那个肉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配料 不过他这个胡辣汤确实要比其他的胡辣汤喝的辣一点 你喝了没 稍微点辣吧 他这里边这个肉块确实是很大 这是牛肉饼 里边比较小足的 他这个里边是那个粉条加那个牛肉吧 是不是 肉末 这个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这胡辣汤确实稍微有点辣 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 十点十四了 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 他来这吃饭 他这个人还是这么多 好吃不 好吃呀 怪不得人家问咱们 要不要打包 问了问了两遍 我去拿这个时候也问了一遍 哈哈 我是多久没有没有吃 没有在河南吃饭了 哎不过这个真是那么多 我以为是半个了 我以为是半个了 我以为是半个 然后这个是半张了 谁知道这个是一张 这个也是一个 一份是一个 吓死了 河南花又抛出来了 大包走了 这个等我们吃完之后 我才发现他那边有半份的 一份的真的是太多了 基本上像我们两个饭量比较小 应该要每样要半份就可以了 所以说很多说来河南吃东西 一定要问清楚一份有多少 要不然真的是吃不完 像我这个河南人回到 回到河南就有点懵啊 今儿这个视频就先到这儿了 然后记得关注我 带你走遍历史古迹 看别各地人温风景 咱们下场见 拜拜